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式成立 坦率地讲 听到EDG官宣优哉成为EDG选手的时候 阿伯曾经一度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这一消息对于LPL电竞拳 甚至全球赛区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LPL传奇电竞选手的转会 无疑是夏季赛中热度最大的事件之一 而UZ转会EDG 直接引起了电竞迷们的极大关注 更加凸显了这位老将的价值 对于熟悉LPL电竞圈的小伙伴来说 在之前的赛季中 EDG和阿安G 厂长和小狗 不说是针锋相对 也算得上是水火不容了 再加上两人算得上是LPL 对外排面的一二代目 这次两人同队 LPL的流量直接拉满 这两人对于EDG和阿安G来说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两人相继退役后 EDG和阿安G的战力都有了较大的波动 以至于两队在之前的常规赛中 被粉丝们调侃为猪狗大战 变成了猪王争霸战 猪在BP 狗在OB 随后两队的策略进行了大的调整 EDG选择了折服调整 以备再战S赛 阿安G则是选择了通过MSI另类争道 而这两人合体打比赛 是许多LPL老玩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更别说在一支队伍里面成为队友了 在这里 阿波不想谈什么淀粉和狗粉之间的激情对唱 毕竟这已经是过去时了 在这里 咱们只谈UZ加盟EDG 对于国电和LPL的影响 UZ和EDG之间的这次合作 双方的目标无疑是一致的 那就是全球总决赛冠军 对于EDG而言 他们是想再拿一次S罐 而对于UZ而言 他在穿上了EDG的队服之后 虽然拥有了一颗星星 但还是想亲手拿下S罐 亲手给队服再绣上一颗星星的 这一点 双方的梦想和目标 绝对是一致且一拍即合的 那么UZ和EDG的这次合作 除了追梦之外 有没有风险呢 阿伯毫不客气地讲 在经历了EDG厂长事件和BLG UZ事件之后 UZ的这次付出 双方无疑都是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的 EDG要承受的风险是 要是没让UZ上或者上的时间不对 那就是两大事件的终极之争 Pro Max版 那个时候阿伯甚至都没办法想象热搜 或者坊间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而且UZ自己也要承受巨大的风险 去年不管是BLG的赛场表现 或者是韩服Rank操作 都远不如他的巅峰 玩家们是看到UZ回来了 还是回到EDG这种LPL综合影响力 最大的电竞豪门来 一定是带着神的标准来审视他 而不是看一个新人AD UZ的状态真的能支撑他 进一步打下去吗 UZ之所以会选择二次付出 其核心理念自然是想建制S冠 以UZ的个人实力 以及其所自带的流量 他无疑是需要一个 不亚于RNG的团队来支持他 帮助他拿到梦想的成绩 而拿过S11全球总决赛冠军 但是在S13夏季赛 陷入舆论漩涡的EDG 无疑是UZ现在最合适的新团队 阿伯认为UZ紧急加盟EDG 一方面是和EDG强强联合 是一场双赢的合作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 UZ是97年的 今年已经是26岁了 在这个圈子里 已经是一个老年人了 强如一直身居一线 LOL长青树菲卡 他现在的状态 肉眼可见的下滑严重 而已经远离一线赛场多年的UZ 他已26岁的高龄 重回LPR一线赛场 接受高强度的考验 能不能跟得上 还有待时间的验证 所以老实讲 阿伯期待UZ在EDG的付出 但是不期待他和EDG今年的表现 当然 我更希望现实能狠狠地打我的脸 最好用力地抽我到最后 值得一提的是 在官宣消息之后 LPR进行的两场比赛中 都出现了选手致敬UZ的画面 OMG与RNG分别在BP阶段亮起了VN 致敬UZ的回归 随后GDG和EDG的比赛 两支战队的十个选手 全部依次亮出VN 向UZ致敬 Ruler也是在赛后采访中直言 亮VN是商量好的 因为UZ回归了 之后也希望能有机会 和UZ同台竞技 再较量一次 EDG方面 在签约UZ的时候 选择对其进行提前保护 让UZ不再打GDG的这场比赛付出 等于说是战略性的 放弃了于GDG的这场比赛 另一方面也可能 与联盟的报备流程有关 因为EDG在昨天比赛开始之前 才官宣了UZ的付出 这样UZ是没法登场的 按照正常流程 EDG需要在比赛前一天晚些时候 公布首发名单 而UZ自己也正式公布了上场时间 是在14号打IG的比赛时登场 EDG在昨天的比赛中 以一种非常难看的方式 被GDG轻松横扫出局 实际上在昨天的比赛中 小AD选手The Snake的发挥 还是可以的 反而是EDG其他位置的问题比较大 因此观众们对现阶段的EDG 还是比较担心的 能够看得出来 EDG选手之前的心态 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甚至有可能 队伍内部选手之间出现了矛盾 此前关于立无选手的事情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立无被曝曾主动PC 但后面又出现新爆料说 立无并没有去 这样立无被EDG团队真正放弃的原因 可能不是因为PC的事情 更有可能是立无与整个团队之间的关系 出现了问题 包括阿乐在比赛中 曾经抢过立无的红 还用信号点过立无 节节心态也受到比赛影响 加上立无的问题始终没改 这可能是EDG选择放弃他的真正原因 这样来说 EDG下场对阵IG UZ需要重点发挥的另外一个优势 就是参与指挥并调节队内气氛 需要从训练赛做起 拿IG当成试金石 看看UZ目前的状态 以及队伍之间的磨合 EDG开赛战绩1-3 看起来挺危险的一个情况 但同时也必须歹说 EDG输掉的三场 分别是打TES GDG和BRG 按照观众对于EDG的一个定位判断 三场比赛 最不该输的就是打TES的那场 其他两场打MSI冠亚军 其实输了也就输了 并不算可惜 后面的赛场 EDG只剩下LNG和WBG两只强队没打 虽然说现阶段成绩压力很大 但以赛程角度来说 对UZ来说是有利的 个人认为 EDG这支队伍 最大的优势就是 稳定性强 纪律性强 打实力不如自己的队伍的时候 往往能够以强大的团队性 拿捏对手 这样看来 UZ其实在EDG得到的待遇 是相当相当高的 近年是一定不会像BLG付出那样 得不到上场机会 当然 在建立在UZ经济状态 足够好的前提之下 UZ的最低需求是要比利物打得更好 做到这一点就能稳坐首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